啊 大家好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天 我们的温相说三国啊 又开始更新了 今天我们来讲一期三国里面的三位历史名人的三位著名的老婆 啊 先说这个司马懿的老婆张春华 大家看过那部电视连续剧啊 大军师联盟啊 还是大军师同盟 我是撩了一眼 没看进去啊 因为一开始就觉得是瞎编的 这个华佗呢 一定要跟一代赵联系到一起 仿佛呢 一定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一定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曹操是一定要翻案的 否则为啥会杀华佗 华佗是一定要造反的 否则为啥曹操那么高大啊 还是这套无产阶级的这套老逻辑 因此呢 我就看不进去 但是司马懿的老婆张春华啊 确实是在历史上十有七人 而且这个老婆呢 怎么怎么说呢 他也确实是影响了司马家两代人啊 最早的时候张春华出现在历史上是公元二百零一年 就是汉县帝建安六年 我们知道这一年公元二百零一年 正好是曹操在关渡之战已经打败了袁绍啊 大军呢 直取河北 要拿下季清幽病四周啊 这个时候呢 曹操和袁绍这两股巨大的政治势力 在北方决疑雌雄 所以曹操这个时候开始艳览人才啊 希望海内的这些人尖子都能够到他身边来给他服务 他呢 就看中了司马懿 司马懿这个时候呢 还是处于观望的状态 因为曹操营还是袁绍营 没有太明确的风向标 更主要的是呢 司马懿觉得曹操这个人不好相遇啊 就是老百姓说不好相处 因为什么呢 因为曹操跟他司马懿是同路人 都是一路获策啊 都是天天算计别人 不想让别人好的人 这种人在一起时间长了 难免啊 要出现你死我活的局面 因此司马懿在历史上第一次装病啊 估计呢装病的历史可能会很很久 但最有名的两次啊 这是第一次 这次呢装的很厉害啊 就是半身瘫痪半身不随 就躺在床上根本不能动 曹操就不相信 你看他们哥俩是一路人嘛 所以曹操根本不相信 他说你看 你找不病 晚不病 偏偏啊 我下条子叫你的时候 你就病了 怎么能够呢 于是呢 他就派人暗中去观察司马懿 这司马懿这 这这老家伙非常奸啊 他呢装的也特别的像 曹操的人去了几次 没发现破绽 人家就回去了 告诉啊 朝丞相 这司马懿确实啊 不能上台演出了啊 没戏了 咱们另外捧别人吧 曹操呢就暂时死心了 偏偏这个时候啊 天宫不作美 下了一场大暴雨啊 这个雨下的还特别的大啊 乌云密布啊 雷声滚滚 这司马懿在床上躺着 一下就想到一件大事 因为他在这个院子里啊 晾晒了很多书 那个年代的书呢 不像今天啊 都是这个电子版 或者是这个装针很精美的 这个实体的纸质版的这些书 那时候都是这个竹片的啊 穿成的竹简 这东西呢 在家里放的时间长了 它就会这个产生一些变化 所以要经常拿到院子里去晒一晒 而这个时候大雨将至啊 司马懿就想到这些书要是给用水浇到了 那是太可惜了 因此司马懿一跃而起 就跑到院子里去把那些书啊 往屋子里搬 这个动作让一个侍女看到了 就身边这个啊 服侍他的这个小姑娘给看到了 同时呢 这小姑娘也被司马懿的老婆张春华看到了 张春华一看这不行啊 这漏馅了 这是啊 所以心一横 手一黑啊 就把这小姑娘给杀了 但是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这件事情还是传到了曹操的耳朵里 曹操这个时候已经平 基本上平定河北了 所以他想 袁绍都让我给打趴下了 你司马懿还不赶紧出来给我服务 这样呢 他就又一次派人到司马懿那里传话 就说两个选择 要么出来啊 给我当官 要么就死在家里 永远也别出来 司马懿一看 那肯定得出来啊 这样呢 就做了曹操身边的啊 常伟邦时秘书 当时的官称呢 叫丞相文学院啊 就这么一个官职 职务不高 但是很重要 由此呢 司马懿开始啊 一点一点攀升上来 官后来是越做越大 到了曹瑞 就是魏明帝曹瑞啊 快死的时候托付 把自己的儿子曹芳托付给司马懿 司马懿和曹毛 成为啊 不是曹毛 曹爽啊 成为顾命大臣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都知道司马懿又装病了 因为他跟这个曹爽要较量 他一开始呢 力量不如曹爽 所以他装病 但这一次装病 他老伴张春华不干了 张春华当时想的就是 你看你当初啊 你在曹操面前装病的时候 我为什么帮着你呢 我觉得曹操也不是什么好人啊 索性就在家里待着 不去当官也没有问题 可是后来既然你已经出山了 曹操的儿子曹丕啊 他的孙子曹锐 对咱们家特别的好 啊 这三代人呢 没有亏待咱们家 而且咱们家在人家这里 也干了好久了 这个时候 你又开始玩这套东西 啊 你又想这个瞎折腾 所以张春华每次啊 看到司马懿在那装病 老太太呢 就撇撇嘴 这个神情 一下子就让司马懿看到眼里了 司马懿气坏了 司马懿说 这老太太啊 这一次非但不配合我 还想揭发我是吧 而这就在与此同时啊 司马懿的两个好儿子啊 司马师和司马昭 这哥俩配合他爹 开始做这个秘密的政变的准备工作 这件事也让老太太张春华看到眼里了 所以 张春华就觉得 你们这爷仨也太不像话了啊 吃人家的东西 然后造人家的反 所以老太太呢 就不同意司马师和司马昭兄弟俩 帮着他爹 这个把司马懿气得不得了啊 司马懿就是当时啊 就是破口大骂啊 啊 这个 司马懿的 原话是说老物可赠啊 憎恨的憎啊 憎恨啊 他说这老东西太憎恨 太可恨了 然后呢 又说一句话 老物不足惜 绿困我好儿啊 啊 就说这老东西 他死不死 我根本都不放在心上 关键是他跟我这两个好儿子捣乱 所以司马懿这个时候巴不得他老伴张春华赶紧啊 赶紧嗝屁朝梁 哎 与此同时呢 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他司马懿眼中的好儿子 谁呢 大儿子 司马施啊 这可是一个好青年呢 啊 这好青年可不是一般的好青年 哎 他比他爸爸厉害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他做的这个下的这个手呢 比他爸爸很多了 啊 这个故事呢 要从司马施 他的老婆夏侯辉说起 这个夏侯氏 咱们读三国都知道啊 这夏侯氏跟这个曹操 他们之间的关系 那是太深了 所以一直以来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曹操本姓夏侯 后来啊 认了这个太监做孙子 所以才改姓曹 这个说法一直有 但是后边呢 有人又不同意 说你曹操跟夏侯氏 他如果真的是一家人的话 那为什么夏侯敦夏侯冤 还有夏侯上 这些人都跟曹操他们家里的这些女的 这个啊 发生横的关系呢 都把这个曹操家的这个女孩子都娶到家里当老婆 这不是乱伦吗 啊 一家人能娶一家人吗 但是这件事呢 还真的被后人给考证出来了 说这个啊 其实都是曹操和夏侯家玩的一种花活 啊 就是掩人耳目 因为那个时候一个好丈夫可以有好几个小伙伴啊 侧候他 不仅是这一个老婆 这大老婆取过门呢 就是当排位供在那里 不一定用啊 后边进来的才是真正派上用场的 而且这个历史呢 还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曹操手下有一个著名的大臣叫陈角 他原本姓刘啊 后来呢改姓陈他为了掩人耳目呢 他仍然跟这个姓刘的人结婚 表示他跟姓刘的不是一身 所以这些考证下来呢 就认为曹操和夏侯氏原出一流 不管他们俩啊 到底是什么样的亲戚关系 反正司马施这个老丈人夏侯尚这个人 跟曹家的关系太深了 曹丕 魏文帝曹丕 曾经给夏侯尚啊 这这哥俩关系特别的好 他曾经给夏侯尚写过这么一个亲笔的诏书啊 这个原文是这么写的 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 他说听 俯新众将 特当认识 作威作福 杀人活人 这话是这么写的 作威作福这句话就这么来的 这十几个字翻译到白话文就是说什么呢 你是我的心腹 你到外边去 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你是想杀掉谁 还是想提拔谁 都有你来做主 谁也拦不住你 啊 我就给你这么大权利 所以大家想一想 这夏侯尚在当时那是权势非常大呀 因此司马懿 就攀这个夏侯尚这亲笔 把夏侯尚的女儿迎进了府里 做他长子司马师的老婆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夏侯辉 但是这姑娘很很聪明 人家到底是高门大族里边出来的 这个夏侯辉呢 一下子就觉得 这司马家的父子啊 不是正经玩意 他心里头肯定有想法 而且这想法呢 不是一般般的想法 恐怕是对咱们曹魏的江山不利 这样的话呢 这夏侯辉就开始有所察觉 啊 这一察觉不要解 所谓啊 螳螂苦蝉 黄雀在后 哎 被他自己的丈夫司马师给发现了 这司马师啊 可不比他爹司马懿 你看司马懿虽然恨自己的老伴张春华 他们还不死呢 但是他到底觉得这是结发夫妻 啊 你再恨自己的老伴 你也不能动手把老伴给结果了 你最多你就是骂一骂而已 啊 可是司马师不同 他一看 这夏侯辉 不好养化 这属于 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啊 这必须解决了 这是 啊 所以 他 在青龙二年 就是公元二百三十七年 大家知道吗 公元二百三十七年 这个时候 魏明帝曹锐 还活着呢 啊 就在曹锐活着的 活着的时候 这司马师啊 就给自己的老婆 夏侯辉 灌下了一杯毒酒 就给毒死了 哎 对外呢 宣称 生病去世 然后呢 风光大葬啊 谁也看不出痕迹来 司马懿当然知道自己儿子干的这个事了 所以司马懿就夸自己的儿子 说呀 只是 呃 这个就说他这个大儿子子上啊 司马师 自 子上啊 说这子上 能人也 太有能耐了 真敢下手 啊 将来托付啊 把这个自己的这一番丰功伟业 托付给他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司马昭反复强调了 说我们司马家的天下 是 景王手里得的 谁是景王 司马师啊 后来封为 啊 这个 司马昭后来被禁封为晋王啊 死后 似为文王 晋文王 那个司马 师呢 追似为 晋景王 所以司马昭称他为 景王 说天下乃是景王的天下 我们都是 坐享 其成啊 这就是司马斯 为什么厉害 那么接下来呢 再讲一个 媳妇 这是 司马懿的 孙媳妇 这人也姓夏侯 父姓夏侯 叫夏侯光姬啊 这光姬家 就到了司马家了 这夏侯光姬身上的故事也挺多 这夏侯光姬是夏侯家谁汁上的呢 就是夏侯渊这汁上去 啊 跟这个反了曹魏的夏侯霸 他们是一汁上的 哎 这个 三国很有意思啊 你看这个 魏蜀三国 掐的跟威尔基似的 但是他们中间呢 都有亲戚套着亲戚 啊 比如说夏侯霸 反了曹魏 啊 夏侯霸的亲爹 就是夏侯渊 夏侯渊死在定军山 可是夏侯渊的侄女啊 也就是夏侯霸的亲唐妹 却成了张飞的老婆 他跟张飞生了两个女儿 成了刘备的儿子 后主刘善的皇后 所以后来夏侯霸逃到蜀汉的时候 后主刘善啊 跟他大舅哥一见面就说了 说咱们是实在亲戚的啊 当初你爹死在这个定军山 既不是我爸刘备干的啊 也不是我老丈人张飞干的 这个估计是历史之谜了啊 一出不一戏了啊 咱们现在就烙眼下 我这儿子啊 刘善指一下他这几个儿子 他说这都是夏侯氏的后代啊 咱们血浓于水啊啊 扛一面大旗 一致对外 所以夏侯霸也非常感动啊 那么现在讲呢 是夏侯霸的这个弟弟 叫夏侯威 夏侯威的孙儿 就是叫夏侯光姬啊 这光姬家伙到了这个司马家里了 这故事呢 还要从一个非常迷信的话题说起 这个历史啊 在那个年代特别喜欢传这个啊 咱们中国呀 就是这个谣言特别厉害 当时有一个叫玄石图啊 就是专门算命的算命的书 这书上呢 有一句话 叫牛济马后 司马懿一看 不乐意了 这什么意思啊 这姓牛的 以后就要收拾咱们姓马的 可能是这个意思 司马懿一想 这谁姓牛呢 啊 刚才有的朋友就说过三马同朝的这个故事 这是曹操时代的啊 曹操就特别 老百姓话讲就特别个应这件事 特别讨厌这件事 所以他就怀疑这个司马懿后来对他们家可能有所不利 他就警告曹丕 你离这个司马懿远一点 这个人有狼固之相 啊 将来呢 肯定要干预咱们家里的事 但是曹丕不相信 他跟司马懿那是哥们啊 司马懿是他大哥 是他的领路人 所以他不相信他爸的这个警告 但是司马懿相信 司马懿一看 你看三马同朝 这事实现了 那么牛记马后是不是也会实现呢 他就琢磨这身边 谁姓牛我就准备搞谁 想来想去 突然想到 他手下有一员大将叫牛金 啊 不是牛金大学的牛金是牛金呢 啊 牛金也不是牛奶金啊 是就是叫牛金 这牛金呢 在三国演义里还真出现过 啊 是曹仁呢 这部将啊 在三七周渔那段里都出现过 司马懿就觉得这牛金不行 啊 这人你看姓牛 完还姓金 那金不就是金鸾店吗 哎 那玉玺 那上边不也镶着金子吗 这牛金必须给弄死 他就派人把这牛金呢 给堵死了 哎 这司马懿把这牛金一堵死 就放心了 啊 他觉得你看牛济马后 这事就不用聊了啊 把这个后患给清除了 以后我的子孙后代可以安享富贵 可是这个事呢 斗转星移 这事就突然发生在这个刚才我说的这夏侯光机身上 司马懿 司马懿有一个宝贵儿子 老四啊 叫司马昼 这个老兄呢 特别的厉害 他跟司马 师和司马昭不是一个妈生的 但是老四呢 从小就喜欢他大哥二哥 尤其喜欢他二哥 跟司马昭的关系特别好 所以后来司马昭啊 被挤兑的时候就朝锚啊 高贵相公 曹锚要带着人去打这个司马昭的时候 四弟啊 司马昭一听就火了 拉着甲冲啊 一起去保卫他二哥去了 在这场保卫战过程当中啊 这个怀仁堂政变过程当中 这个司马昭是立了大功的 所以司马昭跟他的儿子司马炎 他们说 说你四叔啊 好样的 到关键时候就坐在我这边了 你们以后都得高看他一眼 因此啊 司马炎继皇位之后呢 就封他四叔司马昭为狼牙王 这狼牙咱都知道 出名人呢 诸葛亮不就是狼牙的吗 哎 封他为狼牙王 而且呢 这个三国里边最后一场大战役 就是平定东吴的这场战役 司马昭狼牙王 作为镇东大将军 也是一路的统帅 所以平吴战争当中 司马昭是立了大功的 这司马昭有个儿子叫司马晋 啊 这司马晋取的就是这夏侯光机 啊 这夏侯光机呢 有个相好的 啊 这个相好的是谁呢 就是叫牛津 但是不是被司马懿堵死的那个牛津 是另外一个叫牛津的 这夏侯光机呢 就跟着牛津 一来二去就有了私情了 有了私情了 还就结成了硕果 生这孩子是谁呢 起个名叫司马瑞 聪明啊 司马瑞啊 这司马瑞就是后来东晋的开国皇帝 晋元帝 哎 这历史就非常这么吊诡 当然了 这个故事呢 虽然是窄在晋书啊 这个晋元帝本纪当中 但是不是有这么一件事 那就需要大家以后去考证 反正历史上是记了这么一个事 司马懿呢 千算万算 没想到最后他们家还是进来了一个夏侯光机 而且这一光机呢 就给他生了一个叫牛津的后人啊 所以后来人家就说这个司马家啊 这个后代其实应该姓牛啊 叫牛瑞啊 不叫司马瑞 所以为什么这个 呃 北宋变法的时候 王安石 苏东坡 他们特别缺德啊 管着司马光叫司马牛 给他起个外号叫司马牛 就这么来的 其实呢 就是遭改司马光老先生 是这个人家私下里生的这孩子 知道吧 说你不姓司马 你应该叫司马牛 哎 这骂人的话就是这么来 但是古人 他文明啊 他不像咱们一骂就骂那种最直接的下三路 人家都是有有典故的啊 不像咱们现在随便就是骂厕所里边的那些事啊 那不行啊 像古人学习 但是呢 这里边啊 还有一个问题 要详细跟大家说一下 就这个玄石图里面 这话没说太准 牛记马后 人家说了 其实写错了一个字啊 或者叫读错了一个音 不是牛 而是流 啊 是姓刘的刘 换句话说呢 取司马家天下的不应该姓牛 而应该姓刘 啊 后人有考证 要说后人还是挺厉害的 这个考证呢 也有根据 啊 有人说呀 这个牛津和夏侯光机这个事啊 是这个 呃 就是五湖十六国时期啊 这个北方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为了遭改这个东晋编出来的段子啊 但是这个呢 也是一种说法 到底是牛记马后还是流记马后 这个故事可是太深了 为什么说太深了呢 因为他一杆子就捅到了公元 1962年 一杆子就捅到了刘少奇同志的身上 一杆子就捅到了咱们伟大领袖的心坎上 这故事呢 我们就留待下一次 温相说三国啊 刘少奇 为什么被撂倒 还是跟三国有关系 要说咱们中国啊 人人肚子里都揣着一部三国 眼来眼去也都是三国演义 一点都不夸张 好了 今天的故事呢 咱们就说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上来收看 下次更新的时候再聊 再见 请不吝点赞机